那么接下来看看七大工业国领袖 就一起发表了联合公报了 首度提及台海情势 在声明中就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且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 这是G7峰会的公报 首度纳入台海的问题 另外也批评中国大陆在香港 以及新疆上侵奋人权 呼吁中国大陆要尊重人权跟基本自由 美国总拜登上任以来 联合盟友对抗大陆是核心目标 好那么继续来看看 美国总统拜登在14号 英国结束了七大工业国G7峰会之后 立刻前往布鲁塞尔 准备要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袖峰会 根据报导指出 拜登会在这会议中持续G7的抗中基调 而但是北约有许多国家 可能不会呼应拜登的诉求 而拜登是在今天的凌晨 清晨是抵达北约的总部 所在地布鲁塞尔 而他也持续要前往欧洲访问主轴 也呼吁盟国应对中国大陆来自的威胁 不过G7峰会当中 像是意大利跟德国都表态说 不愿意对大陆采取强硬的立场 欧洲智库分析师莱特就分析 欧洲人其实是不想夹在美国跟大陆之间 认为应该要专注对抗俄罗斯的威胁 好继续来看到 美国总拜登最近一直宣示抗中决心 那么前立法委委员郭正亮就表示 拜登在国内提出6兆美元的预算 都是以大陆作为假想敌 因此想要预算过关 那么拜登就必须不断的强调 大陆对美国所带来的威胁是什么 那拜登为什么现在有很多 这个为那个抗中把这个市照到最大 比如说59家企业 抵制 从48变59 48变59 对不对 然后那个新冠肺炎就去查来源 90天以内要给我答案 要给他一个报告 很多啦 还有这个新疆的强制劳动 民主高峰会等等 他要把那个市照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首先要过的关叫预算关 大家不要忘 那他在拱他这个预算 包括他的赤字预算 包括他要通过什么竞争法之类的 他所有的标题都是中国 都说是我们为了要跟中国竞争 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市照大 那他那个赤字预算 才有正当性 你知道吗 不然共和党凭什么支持你 所以他现在无论如何 就要先摆出一副 非常反中的样子 同仇敌抗 这样共和党才有理由交代 不然共和党就要把你那个 1.7兆给你3到9千亿 这就很现实嘛 那拜登第一个要先求预算通过 那预算大概是什么时候 大家都知道就是8、9月 那8、9月就是现在还在纠缠之中 所以我认为拜登在这之前 会做出很多反中的虚招 有些是实的 可是有些是虚的 比如说新冠肺炎这个调查 我认为就是虚的 他大概就是8月下旬交出一个报告 然后就把那个情报机构 那相关的预算就砍了 因为说90天要查出来 其实也是不太可能 不可能 现在谭德赛现在也在呼吁美国 所以希望中国交出资料等等 那有一些是实的 比如说59家企业 科技战是实的 那刚刚介大使就讲到要害了 就是说拜登他现在碰到了几个难关 就是说他现在拉高之后 假设他预算过了 那接下来因为这个预算的钱从哪里来啊 你钱要嘛就是要加富人税 那富人就反弹嘛 而且他跟欧盟又要搞跨国企业的15%的税 这相当于什么 富人税加上跨国企业15%的税 就相当于缩表耶 是另一种形式的缩表 就是你从股市抽钱嘛 那你股市会跌耶 因为欧盟比如说德国日本那些国家都不愿意跟嘛 所以你再做QE他们不跟了 那不跟美元指数就会下跌嘛 这又不是拜登愿意见到的 那可是他如果抽税 抽税那必然会造成股市下跌嘛 那接下来怎么办 他大概只有两招啦 对不起喔这两招都需要中国配合 第一个就是把中国的关税降低嘛 让老百姓的生活好一点 降关税就降通膨啦 当然是这意思嘛 就是这是第一招嘛 那第二招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刘鹤还要跟 那个叶伦讲一下 叶伦就是 我的国债你也买一下吧 比如说如果中国再给他买个三四千亿的国债 那美国就好过多啦 所以我的意思说 确实借纳斯讲的是对的 就是我们到了第四季之后 等拜登这个预算过了 那他就要开始面对钱的来源 那钱的来源的时候 他的痛苦就开始了 那他就需要从中国这边得到一些疏解 那如果不能疏解他明年选举就很麻烦了啦 因为坦白说他这里面有很多预算 是有利于民主党的嘛 那可是你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不能够在经济上把经济稳住啦 那共和党明年要找你麻烦 其实也蛮容易的 是 因为你事实上在众议院 你也只超过七八席而已 那参议院是打平的 对 对不对 所以 我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任何散失都有可能会没有过半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选择不多啦 只是说我们看这个局 不要一下看到现在在冲高那个肇事 你就有好像美中就一路要对抗下去了 其实政治并不是这样 ig zombie 词 Editor 用地人字幕emicu 宣 peaks